大悲咒感应事迹 大悲咒治愈四年的疑经病 我现年四十一岁 以前从未接触过佛教 也无任何宗教信仰 在五年前我患了疑经病 虽然自己懂得中医学 可是怎么也治不好这种病 非常烦恼 有一天在后车室旁边的书店 偶然发现一本大悲咒 又名大悲心陀罗尼经 说是可以治八万四千种病 业障病 于是请回家中 认真阅读后 心想既然念诵大悲咒可以治病 我就应该虔诚的念诵 于是下定了决心 日夜不断念诵一个月左右 已经并豁然而遇 每次念诵时就一心不乱 继续再念半年 更奇妙的是 有一股气在丹田下的脊椎骨 上达治脑 富有脑顶寻面部治喉 返回丹田 上下寻环不已 如今不但百病不生 而且返老还童 大悲咒功效如此之大 如此之不可思议 我真是太感谢 观世音菩萨的恩泽 从此以后 我每日要诵大悲咒 一念心如止水 气血循环舒畅 赞叹前未曾有 乐据是曾来信指导我 不可执着此相 更应远离欲念 我曾一念大悲咒之法 教导别人 其中有失眠症 三天见效 神经衰弱症 在短期内复原 还有小孩子 夜间无故啼哭不止 念咒一遍即止 手指刀伤 念咒一遍止痛 三天生机 甚至有一次 家乡附近有人跳水自杀 尸首寻不着 我去了一看 只念不到十遍大悲咒 尸体立即浮出水面 尚述 种种厌暗 不胜魅惧 我只是尽力 教别人都念大悲咒 世人 不只念此咒 而是大利益 陷入痛苦 称可悲言 愿同修广为宣传 公布唐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